大家好,我们是蓝A造咖 自主防疫下的跨日合作创业 现在人生活步调快速 时常因为方便、省食而选择购买外食 外食族容易吃进过多的油脂、盐和糖分 容易使人身体不健康 而自主烹煮是相对健康的饮食选择 可是自主不但要买菜、备料、烹煮、洗碗 需要耗费许多的时间 本组发现Milky 又可称料远人包 是圆形食物经过的切洗制成的 可以减省备料时间、下厨更快速 一道商品及一道菜可以减少食材浪费哦 哇,听起来好方便哦 而且透过疫情,民动自主比率提升 我们也可以利用客户所学来创业啊 让更多人吃得更健康 国贸科结合餐服科一起串立Lane造咖 一间准买Milky的社会企业 以上是我们的创业流程图 本组以Lane造咖为品牌名 Lane是台语我们的意思 我们的品牌中心理念有 健康 商品皆参考 为服务健康饮食建议 并付了营养标示 符合SDG3 健康福祉 方便 Milky可以减省备料时间 也有食谱及影片 供不会煮菜的人参考 而一项商品及一道菜 减少食材浪费 符合SDG12责任产销 联系则是联系的 家人特殊生小农 手做料理是人人感动的 而特殊生的部分 对未来职场较不熟悉 自方会觉得他们竞争力较弱 因此 结合双方的技术 可提升双方的信心 也能减少大众对特殊生的偏见 符合SDG10 促进平等 最后联系 新北在地小农 符合食农教育精神 地产地消 多吃当地食材 此次试卖是使用 新北健康三宝 再加上农须菜 本组也有事先进行市场调查 根据文券调查 显示有7成的受访者想购买Milky 其中25岁到45岁居多 因此 Naya召开目标客群锁定在此 调查现有了Milky市场 其中 全家是最具威胁的竞争者 因此 Naya召开如果想要在市场脱营而出 必须定位在价格实惠 且专攻新北散色食材的台式家常菜 我们以商业模式图作为创业主轴 以三面向来检视创业可行性 这是我们的食事流程图 我们负责制作食谱 行销推广 包装出货 仓服科则负责烹调方法 制作产品 以上是我们研发的四大商品 有山腰排骨汤 香菇炖竹筍炒肉丝 金山地瓜煎饼 还有凉拌萝蓄菜 我们以市面评价最高的 山腰排骨汤来示范 如何使用Milky 首先呢 先确认好食材 再来按文字食谱的顺序 依序封煮 如果看不懂没关系 我们还有影片食谱可以参考哦 再来就是 Dore Miso 香菠菠的虾排骨汤就做好咯 根据捐捐调查显示 不管是方便 新鲜 份量 调味 顾客都觉得满意 且刚刚的文字食谱 几片食谱 有超过96%的顾客 今天认为详细哦 我们还有超过80%的顾客 表示想再次回购呢 价格的部分 我们采用成本加成20%的方式定价 虽然大部分的顾客 都觉得有一点点小贵 可是呢 我们的套餐组合价 还是有5成的顾客 觉得优惠哦 以上是我们的行销平台 促销方面呢 则是有举办抽奖活动 还有推出套餐组合价优惠 顾客的反应都不错 以上是我们的商品流程图 整体市卖有9成的顾客 都给予不错评价 表示Nine造咖市卖结果成功 且预估盈后可产生净利哦 因此可得知Nine造咖的产品是具有市场需求性的 因为大部分的顾客都觉得我们的商品各方面皆满意 有超过8成的顾客表示想要再次购买 技术性可行性方面呢 创业团队中有参扶科的专业技术支援 而透过此次专题 让参扶科同学变得更有自信 也让顾客了解他们的专业 加上其余的关键活动及伙伴 并不算难以达成 顾技术性可行性高 而市卖过程皆符合Nine造咖的理念 也具有财务存续性 综合上述 可得知Nine造咖是具有创业可行性的 接着 本主帮Nine造咖设置短中长期目标 首先是靠募资打开知名度 有资金后投入设备 中间持续研发新产品 最后可以寻求合作伙伴增加通路 并规划未来使用真空保鲜袋 代替一次性塑胶 促进环境永续发展 哇 赶快就会来购买吧 我们的造咖造品来家 感谢大家的聆听